現在人在山遠站轉車 我要轉搭公車 因為如果是一般鐵弱的話 時間會對不上我的船班 因為我今天要去土子島 到中海站了 一般來講應該是為大CR來 那我現在要趕去中海港 那中海站要走到中海港的話 應該預估要走五分鐘左右 所以要先預留一點點的時間 彎彎的 應該是在這裡買票 我來去買票一下 八車樓 這裡面還有印章 然後呢這邊可以添說 你從哪裡來的 看不到台灣了 買完船票了來回 然後加上買飼料 都從這裡可以買 然後我好感動我趕上了 我真的很趕趕上這一班了 我差不多二十六分到 九點二十六分到中海站 然後呢 現在時間是要搭九點四十分的車 然後我有點快走 花了九分鐘到 這個船也是大船捏 要上二樓去 然後這個船呢這邊都有兔子的樣子 今天這個景點是我臨時想來的 原本沒有在企劃內的 大船野島是戰爭的痕跡 遺跡 因為這裡之前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 被當成是一個毒氣的製造所 所以島上留了很多 研究所的痕跡這樣子 然後呢 一度是被當時的地圖抹去這個地方 我發現它是有兩個棧橋的 然後 它有十顆票在這邊 我先看一下 我回去是打算 因為應該是往這一邊的 所以我回去是打算 打十一點四十分的 那如果我錯過它 就要等到一點多了 十一點四十 第二站橋 好 好我是第二站橋 我現在下的地方是第二站橋 所以回去也是第二站橋 同一個地方 那我先去看兔子了 這座島上很多野兔子呢 真可愛 真可愛 謝謝你們 我感覺摸到兔子大便了 掰掰 我要沿著島的邊緣走 這邊好像也只有一條路 就是不是往這邊 就是往另外一邊 應該也還好 不太會迷路 有分岔路啦 右邊給車子的 那就是我們走左邊 走海邊 好啦 等我一下喔 來 過來 耶 等一下要放哪 來 給你 它這邊有露營區耶 感覺在這裡露營也不錯 可以一直看到海 還有兔子圍巫 這邊這個是第一站橋 感覺是挺比較小的船 這邊有廁所 大概走到那個 毒氣資料館這附近 旁邊是那個 遊客中心 兔子耳朵形狀的 360度 迴轉型 收音器 基因器 好 我剛剛 聽了一下 我只聽到那個船的聲音 我決定進這個遊客中心裡面看一下 看有什麼東西 這是印章還是什麼嗎 喔 喔 它是可以這樣子的 然後就可以 亮起來 魚島 這邊有個 衛林杯 然後旁邊有個大酒也神社 我剛剛給他們吃食物 他們就這樣跑掉了 是什麼意思 這是以前防空洞嗎 蠻深的耶 不敢進去 對 不能進去 喔 當時毒氣製造的器具 大酒也島 毒氣資料館 有興趣的可以進去看 這邊有一個很大的空地 然後右邊就是他們的度假村 但是這個度假村 我覺得長得有點像員工宿舍啊 道路都是水啊 哈哈 我沒有踩下去 然後現在 要往這個地方走喔 我突然在路上被攔了 再給你們多一點要等我一下 這個耳朵真的很靈欸 就馬上聽到就會跑走這樣子 一人飲宴 好 慢慢吃喔 我不知道是什麼咧 他還沒寫 喔 這邊是跑道嗎 這邊是跑道嗎 他們看到人就會過來 等我一下喔 結果我前面都沒有人欸 後面也沒人 就只有我一個人 又包場了 最近都一直在包場 這邊也是一個遺跡 是廁所遺跡 這不是我在玩遊戲才會出現的場景嗎 感覺要有殭屍跑出來了 小上坡路段 路上有 攔路兔 停在路中間 結果我被兔子 走一走一直攔下來 就餵完了 我希望兔子不要再過來 因為 他過來我卻沒辦法給他 我很難過 這樣從樹林裡面 望出去的感覺 也是很漂亮 這鏡子破掉了 我感覺好像在探險喔 經過這個樹林隧道啊 終於往下坡了 這邊有青苔 他們在那邊爬下去 玩得也挺開心的 這邊有一個發電廠遺跡 看到他們玩成這樣 這就是青春啊 青春 那我的青春怎麼都沒有這樣 呵呵 好 繼續往前走 看到棧橋了 大九野島 到此一遊 好我回到這裡 差不多花了一小時又三十分鐘 但我走路 比較快一點 可是我也是有舟舟停停 從舟舟停停 所以 看你們的腳程啊 我走路是比一般女生快一點的 那離船隻啊 還有十八分鐘 這邊有廁所 先去洗個手 排隊入場 掰掰 大九野島 他這個大船的船班 真的是有夠少的 這一班是十二點整 然後下一班如果是這種渡輪的話 就要到兩點了 除非你去買那個小型船的 它這樣子很漂亮欸 鐵道 水 要來走回去的 走回去中海站 這次要搭JR回去三原站 然後 我的車要在一個小時後才來 我先去旁邊全家吃點東西好了 它對面有個咖啡店欸 來去看看 我發現它這邊可以寄物欸 可以寄一下 暫時 然後十點到四點半 而且才三百日幣而已 在車站前吃個東西